有志志的男人 有无人敢来游户 轻柔歌声又带着力量 无人不知手的二姐江慧 除了确定要登上国庆晚会 日前又传出可能会开专场演唱会 歌名想再听到江慧开金嗓 说不定真的有机会 日前周刊报导他在明年七月暑假 在沟雄巨蛋K场 场次至少无成起跳 让粉丝好期待 而宽宏艺术也松口 表示确实有送明年下半年 七月到十二月申请场地案件 要静待审核结果 似乎是间接证实将会有望开专场 但是在沟雄还是在台北 目前还没正式官宣 那一晚我们坐在舞台底下 很久很久 但总归就是会有江慧专场 但南或北不确定 但在这之前 已经有不少粉丝 能够抢先在国庆晚会 看到复出演唱 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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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江慧 随便点随便点随便点的 9月30号中午十二点 K时锁票网站马上涌入人潮 有民众顺畅领取 但也有人却要排队一个小时 几家欢乐几家愁 五千张票15分钟就全被索取完毕 但却传出一次在11点45分 官方就启动排队机制偷跑 但售票网站解释 11点45分是开启内部检核程序 中午十二点才准时开放民众索票 让有抢到的歌迷好期待 不过除了吸引大量民众抢票之外 也让黄牛有机可乘 竟然在网路上卖到上万元 警方一共逮捕了三人 并喊请管辖地方法院财罚 巴拉宣伙国家珍综合报道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